结婚21年无字狂被追问原因。叶倩文终于霸气回应。林子强体谅,我不怪奶。 叶倩文当年以潇洒走一回在乐坛爆红,那时的她比纳英和王妃更有名,是乐坛红极一时的一代天后。 作为一个歌手,她曾经获得过非常高的荣誉,90至93年连续四届获得十大竞歌金曲的最受欢迎女歌手,这是绝无仅有的。 从80年代中期一直活到21世纪初期。 零时时分,祝福,潇洒走一回,酒干糖卖舞,选择,等都是叶倩文的代表作。 同时,她在电影圈也取得了不错的成就,《红粉兵团》、《灵气逼人》、《威龙猛看》、《爱神一号》、《刀马蛋》、《蝶血双雄》、《豪门夜宴》、《大丈夫日记》等等都是她的代表作。 说到叶倩文,相信很多人第一时间大多都会想到她曾经的男友费响,两个人都是外籍华裔,有助差不多的身份背景和成长经历,两人也都进入娱乐圈发展,并且还都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成绩。 当初两人在一起还成为圈内的一段佳话,真正的才子配佳人,但后来据说因为南方母亲不喜欢她,导致两人最后分手,也让一众歌迷非常可惜。 但是后来叶倩文遇到了林子祥。 1984年,林子祥为叶倩文量身定造了零时时分,令叶倩文一炮而红,殿下乐盘大姐大地位。 一首歌选拟,让林子祥和叶倩文决定在一起,在1993年,叶倩文不顾自己事业如日中天,公开承认,我爱林子祥。 叶倩文比林子祥小14岁,在林子祥60岁的时候,叶倩文才46岁,而林子祥或许真的是爱惨了叶倩文,所以即使有家事的他也是毅然决然地决定离婚,林子祥还给了前期千万巨款离婚,然后就叶倩文结婚了,小三便正式。 不过两人婚后生活却依旧很甜蜜,就像赵川老师说的,如果自己能够立场坚定,就能够清清白白地结束一段婚姻,然后再清清白白地开始自己的下一段幸福。 而林子祥也是为了叶倩文而离婚,这确实也说明林子祥确实是很爱叶倩文的。 但是两人已经结婚21年了,仍然还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孩子,让很多人不解。 这么长时间并没有传出什么隐形之类的。 一次鲁豫邀请了叶倩文来做嘉宾,而鲁豫就帮我们解开了这个谜底,鲁豫就直接问叶倩文,这么多年为什么不要个孩子? 本以为这个话题会尴尬,可是叶倩文直接豪爽地回答,丝毫不避讳,她说自己不喜欢孩子,当初如果要生孩子就不会结婚了。 两个人夫妻这么久,虽然没有孩子在中间,但是叶倩文心中早已经把林子祥当成家人亲人,并没有因为少个孩子而少点什么似的。 叶倩文的回答让鲁豫也无言以对,鲁豫说自己如果足够爱对方,一定会给他生一个孩子的,而且自己也非常渴望当母亲。 不过林子祥却说不怪叶倩文,两人如今也帮助继子带孙女,享受祝天伦之乐,或许这就是爱情最好的样子吧。 影翻射腾讯。参考来源,今日头条。参考来源。 影翻射腾讯。